玩魔兽 享受生活 享受乐趣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SKY 欢迎来到SKY出品的SKY天梯欢乐行 那么今天我是应应了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是主动用了一盘人组 想打一些人组比较奇奇怪的打法 而这一盘是TMD组 骑手我就搜到了一个叫做荒野大嫖客的不死组选手 而且他的胜率是高达95% 我自己本人的这个胜率是现在为止是百分之百 然后这个荒野大嫖客居然是对手胜率是95% 然后我就不得不想 我是不是也碰到某个高手的小号了 谁说有点犹豫 这盘是否还要用一些什么千奇百怪奇怪流的打法 咱想想 既然现在是天梯欢乐行吗 那就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人 自己既然答应了观众朋友们的一些 展示一些新思路新打法 或者说观众朋友们要求一些打法的这个 答应了这个约定 那就一定要去遵守 所以这一盘呢 我决定首发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英雄 比如说打优地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 这个我相信已经看到了吧 就是我们说不经常用到的一个英雄 BMG 这个血法这个英雄呢 可以说是打不死足 最少最少首发的一个英雄 然后我今天来首发一下 然后有一个观众朋友说 留言 他说他想看一下这个英雄的什么天黑 然后招个飞艇 然后在别人的这个 主框后面的树林 然后去烧上一下 你看我刚刚就把这个视角挪到了 某一个主框的树林后面 先探一探看看这个树林 是否能够烧开 然后造上一些防御塔 然后再空投一些小炮 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思路 当然这个思路呢 我觉得是可行的 所以这一盘呢 我也准备来尝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就开始按部就班的 开始进行这个思路的第一步 那就是先练掉这个 地形商店 但现在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我的农民连探了两个点 按照顺时针探了两个点 都没有探到不死儒 那么代表了不死儒 和我是一个禁点 我们看这里DK果然是过来了 第一时间把红血农民拉回去 但是这个石头人 还是有被DK抢到的这个危险 但是经验输 加6的敏捷鞋 还好这个死亡骑士没有抢到 所以的话我都不想玩了 运气也是比较好呀 人品爆发打了个经验书 DMG直接打二级 然后生一个这个抽魔和这个 炼烟风暴 那抽魔呢 是直接不断的抽DK 然后让他的这个魔法值 少一点 炼热的农民也探到了 那现在DK是个红血 他还敢追我农民砍 这里反补掉自己的农民 现在这个打法呢 我觉得需要BMG 有一个比较高的等级 然后说不定后面还能把火凤凰给招出来 天黑了 把这个低音商店没有练完的怪物给练掉 这里练怪的时候大家注意下一个细节 就是说啊 先练这个啊 会加血 会加这个啊 会加这个啊 会加这个buff的这个怪物 然后会往两个怪物以后再练掉就可以了 到这里呢 到这里呢 为了防止DK抢到 是先打DK 然后等最后下来反补 刚刚呢 也是雷达照一下 发现这个荒野大嫖客家里面 是在进行一个速升本的一个思路 然后现在呢 练完集 看一下自己的BMG 差一点点到三 那么到三之后 两集的练艺风暴会更加的嗨一些 所以说我决定 把对手家的这个小怪给练一下 然后是DK跟着我的斯曼 这让我没办法练集啊 那我只好是先 嗯 先往后面虚 虚退一下 让他以为我走了 然后其实呢 我又回来 特色的练对手家门口的怪物 嘿嘿 BMG到达三 然后自己家里面也升不本 然后现在我还在犹豫 是要升二级的抽谋呢 还是升这个烈焰风暴呢 说决定去对手家看一下 看看对手家是个什么情况 没有冰塔 然后DK不见 然后那么现在要决定生二级的烈焰风暴 一个烈焰风暴放出来 哇好爽的感觉 直接农民二级的烈焰风暴 原来直接能把不死的农民给烧死 这个细节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大家打的时候注意一下 BMG如果到三级 那么可以来附俗家 这个烧一下 只要你的这个 嗯 BMG到达三级 那么二级的烈焰风暴 对着那个矿盖子中间放 那么同时如果对方农民不动 你能烧死五个农民的 然后现在呢 利用福特曼是把对方家农民 打的只剩一个了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 为所欲为的用我的这个 BMG留到后续后续的任何打法 这看出来BMG还挺厉害的 苏联到三 然后来对手家里面烧农民 这个套路不错的 嗯 如果不是说这个英雄 在限制不死族的这个 英雄上太乏力 比如他不像山丘之王这样有锤子 像帕金这样有圣光 可以造成单体的大量的伤害 那么我觉得职业比赛中应该也能见到了 但正因为他有点乏力 所以说职业比赛中运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打这种天梯 然后我觉得大家 嗯 毕竟不是打比赛 嗯 那么 我觉得这个战术 还是有比较高的可行性 就是说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去 模仿一下 就这样一个练集的套路 就是你骚扰完一波 回来刚好家里面商店也有了 那么敲上民兵 再练一个地方 让bmg早点到达这个五级 然后到达五级之后 你的每一个经验都是白赚的 这样能够帮助你六级早点招出来混凤凰 那这里练完之后我才没有掉经验书 那么应该到不了四级这怪物 然后身上在练集出来之前呢 就买上一个小型全威妇 这样就可以吃掉了 现在 我准备再去对手家里面烧一波 然后 富特曼双线连击 稳妥一点 家里面起上两个防御塔 万一人家来一刻 你把别人烧极了 俗话说 兔子极了还会咬人呢 可况这种 像 这种胜率这么高的这种高手 他肯定脑海里面存了各种各样的套路 或者说玩家在打的时候 对方的人 你打的时候 你把别人逼极了 别人肯定就是说 说不定全家老小一波流就过来了 什么 当然农民不上 可能拖着狗 拉着骷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你家里面如果只有一个魔塔 那真不见得你能防守的下来 所以说 该去造点东西还是造点东西 然后这里呢 我身上是买了一个隐形药水 想吃 但犹豫了下 我觉得先去对手家烧一下 然后烧一轮之后 再用一下这个隐身药水 然后躲开对手DK的视野 然后再进来再烧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这里 还没过来烧呢 他农民都已经拉跑了 这这这这这 不要这样吗 那现在等下一波这个烈焰风暴 然后这一下再烧所有农民红血 然后还死掉了一个农民 然后我感觉这个给我在烧两次 这矿盖子就掉了呀 这都还需要我在这个后面造塔吗 我都有点怀疑 但没有魔法了这里 然后对手单位回来了 那么我决定这个单传回来 然后吃口小mana 然后再来去吃下熊肥腹 然后这时候把隐身药水可以吃上 然后偷偷过去了 因为这波呢 不出意外 对手往往会在家里面蹲 那你呢 这个时候有个隐身药水 然后就会好一点 然后现在呢 我开始用某一位热心观众给我出的这个主意了 我也不知道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 那么来啊 不管好坏 尝试下吧 现在最主要是欢乐型欢乐型 一定要打得欢乐一点 那现在我是决定空头一波空降部队过去 然后现在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需要空降部队吧 我这波感觉这再烧量两下 框盖子没了 哎 这里好像是被对手发现了我吗 他真的是被发现了呀 这个DK是怎么发现我的 这 他也没有放反隐形啊 看他身上也没有这个 呃 显影的这个粉啊 这就有点奇怪了呀 莫非他造了这个阴影 以后去这家好好看看 但这里 BMG没有跟过来呀 这也没有小炮 这好尴尬呀 这怎么 必须BMG一块单传过去 然后烧出一片天地来 然后给这个 呃 农民在这 盖子糟蹋 然后这里呢决定买上两个塔 单传过去 然后 找一块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他有天轨 所以说我这个 还要想一想 他天轨 会不经常在哪一边出现 不要被他天轨看到 如果被他天轨看到的话 那简直没法吧 我这里烧一下 你马是怎么烧出来了 两棵树 我想试下 BMG在下面可以把塔放上去 不能 就发现放不上去 那是再烧一次 浪费了我两次魔法 好 BMG上来 放上两个塔 赶紧把塔一遍 然后再放上来三个农民 让他们开始挖树 但这个地方挖树好难呀 这里视野上 视野上有个偏差 他还不知道注意到没 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点这个数 不容易点到 不小心就A到自己 正在造的这个 正在变着防御塔了 然后赶紧飞艇跑开 然后转移对手的 这个注意力 这个时候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转移对手的注意力 这个天轨回家 一看 发现哎呦好呀 小小子 在我家这个 偷偷的这个阴影防御塔呢 那你的这个计划 就全盘破灭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看到了这个造阴影的这个东西 对手果然是造了一个阴影 怪不得我刚刚的这个 BMG隐身去对我家里面怎么被发现了 我都是纳闷的 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邪恶呀 这个主意 这个想法 这个打法是谁想出来的 感觉好邪恶的一个打法 在别人家里面偷偷的阴这个防御塔 然后以后小炮再过去 我们看一下我家里面有个阴影 也是抽干DK的魔法 这样的话可以让DK不能去C 我跑了 刚刚那个飞艇炸了 所以现在需要重新招一个飞艇 然后BMG再来对我家里面烧一烧 因为一旦DK追远了 那他家里面就没什么能够 对我BMG造成大量伤害的单位了 那我就可以继续来对我家里面烧 再造两个塔 这样稳一点 否则的话只有两个塔 别人井天轨过来 我们把我塔给打掉了 这里是 家里面小炮数量不够 看到了一个 侍僧从另外一个奇怪的方向过来 这代表你开分框了 我觉得有必要以后去看一下 单船好了 单船好了 先船回来 因为我害怕 这个只有两个直升机护航 有点不够 我决定买一个这个保存权杖 然后想跟着飞艇过去 但是 反正跟飞艇的距离要保持的近一点 万一碰到了天鬼军团 你可以牺牲两个直升机 然后把这个飞艇 保存回去 里面可是有四个小炮的 然后BMG再去对手家里面烧一烧 但是 不小心偶遇DK 那现在只好 这个溜着DK 溜着这个死亡骑士 再次开始 满地主到处跑了 这样也挺好的 吸引对手的注意力 然后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分队 已经抵达战场 那么小炮现在 感觉这个地方很近啊 都不需要在树林里面炸开了 只用这些箭拿守护好就行了 两轮骑射 这个矿盖子直接就掉了 那现在 对手是 这个注意力被我吸引到家里面了 这里是给自己的BMG先的一个虚无 然后DK打不了你 所有单位打不了你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抽DK的魔法了 但你不要在别人DK有75 没办法说虚无自己 那简直就是欺骗自己 别人直接一个 这个 嗯 直接一发C 一发大便对着你来 让你去欺骗自己 我对手家里面出力去啊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还有钱出力去 哦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探到了 原来对手家里面 啊 对这个大嫖客 荒野大嫖客 是造了一个 造了一个这个什么 呃 分框 这我激动的话都没说出来了 说说说说不清楚了 这我必须想想针对的方法 看这群天鬼开始飞蛾扑火 我一直觉得天鬼打这个防御塔 肯定很淡淡 那么这里呢 对手是在进攻的防御塔 注意力肯定在这边 我就赶紧找机会 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开个分框 这样的话 嗯 就能把这个局势给稳住 否则的话别人的分框 好好运作的话我还真不好打 哎呀 哎呀 背景又爆了 怎么玩呀 那现在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框开起来 然后对方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后面的话 自己还是想怎么玩又怎么玩 如果说这个时候分框开不起来的情况下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 我肯定会把剩下的两千多块钱 好好的我们看两千多 然后好好的利用一下 开始造上这个 骑士和这个 飞机 然后出上三英雄 利用自己的这个三本优势开始玩RPG 毕竟我有一个高等的高等级的那个 BMG在我可以抽摩无限的抽 然后二发个 嗯 三发个MK 然后开始这样的TTT 三个T的组合 这样的话 就能够把 就能够发挥人足三本的一个优势了 说这是一个BMG打法万一不成的情况下的一个转型了 好看这里 对手是注意力在我家 不知道他能不能发现他的这个分框被烧了 一发炼风暴过去 哇 两个草 直接把五个农民全部不好意思吐脏话了 这个状 情景太壮观了 直接把五个农民给全部给烧 烧死了 然后刚刚还直接烧掉了一半的这个金光盖子的血 哦不对不对是那个烧掉三分之一 这从小这个图形学学的不好 图形是体育老师教的 所以说总是看图什么 什么找什么来找查什么这些的都是我的弱项 说到体育想起来最近因为太胖 我也开始在练健身 最近的这个想把身材练到什么六胯腹肌什么这些的 但是话说前天去打篮球 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小腿直接抽筋了 哎 这看来还要加强锻炼啊 电脑前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加强锻炼 好那么现在呢 就是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开始出这个BMG 而不是开始出这个三门的部队 然后利用两个英雄身上的这个避难权杖 就让对手的英雄打不死我的单位 那么后期的话还会比较好打 这里想偷偷开矿 结果发现别人一个农民在 这好难玩 你怎么能在这里放一个农民呢 是想开我的分框吗 那现在烧一下 继续烧死三个农民 这下对手农民挪挪动了 所以说没有移动了 所以说没有杀死 所以说用不死队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你只要移动农民 这个对手直接记记了 好的那么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